今天来Home Depot不买别的,买点老鼠药 这两天家里面的车库里面发现了一些老鼠屎 门口也有,这搞得我们很担心 这小老鼠已经非常嚣张了 跑到我们车库的桌子上面,开始拉屎拉尿 太嚣张了,这得整治一下 你说你平时偷偷的在车库里面,对吧 你咬点东西吃点东西就算了,太嚣张了 今天要做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呢就是要防它 第二个呢就是说要治它 怎么防呢 我们昨天晚上检查了一下车库的门 发现那个车库的门的封条已经有点老化了 然后会露出来这么大一个缝 我们就重新买一个封条 把车库那里给贴上 贴上之后呢就防止老鼠进来 都怪我,把一些巧克力零食放在了 车库里面 小老鼠啊,对于味道真的也是非常的敏感啊 还都有包装袋呢,它都能闻到味 各位朋友也可以检查一下自己家的车库的那个密封条 如果松了,或者是出现一些其他问题要抓紧的给整了 家里出现老鼠还是挺严重的 如果说把你什么电线啊 一些东西给咬坏了啊 那就要花大钱了 这边这一排货家之前出杂草的时候经常过来 现在呢 又来了啊,买一些这个老鼠药 哇塞 哇塞 这边有一个大哥好像也是在买这个老鼠药 估计这个问题啊,出现了不少 就买这两个吗 这么大一桶啊 小老鼠啊,今天让你无处可逃 这啥? 这个是沾的 沾的 这个呢,是那种? 嗯,是,我打算拿另外一个了 这个就是会把老鼠死在那边 哦,哈哈哈哈 天然你怕老鼠 真不怕 这么厉害? 我怕会飞的东西 因为会飞的东西 你躲不过马上带着爬的跟跑兜的 嗯,那你比我胆子大 我是,都怕啊 这一套买完了吗? 对,这个是老鼠药,药死他的 这是老鼠粘,如果他跑过去粘掉 粘死的 对,这个是让他不喜欢我们家的味道 然后让他不要在我们家带 就是这个太贵了 这一大批赞的东西 哇,哎呀,怪我怪我 我来买单 哈哈哈哈 最近开始沉迷种菜的小甜甜 哪个是我们平时吃的甜的那个包菜? 那个我看一下 刚刚天拿的那个应该是那种比较硬的包菜 叫什么高丽菜之类的 这个应该是我们平时比较喜欢吃的那种生菜 甜一点的 对,稍微甜一点的 我感觉这个看起来特别厚口的 这种菜你不一定喜欢吃的 这个是奶油 奶油 有的它会发苦 你这种不喜欢吃青菜的就拿自己喜欢吃的就行了 再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长大 你相信我 你种什么时候菜为了吸引老鼠吗? 我吃巨子买了那个小帐篷 然后搭个小帐篷把我的菜围起来 好,走吧 我们在后院也种了很多的菜 前段时间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小番茄不知道被一些莫名的生物给吃掉了 不知道是老鼠还是松鼠 而且它还啃我们家树 这次一定要把它给根治了 前院后院都给它整一下 来美国快六年了 今年可能是来Home Depot次数最多的一年了 今年大概两个礼拜就要来一次 有时候呢可能更多 你说咱也不干装修也不干啥的 就买了一些户外的东西 出发去结账 天天这种人来到这种区域 他就走不动 一会摸摸这一会摸摸它 这个好看 好看好看真好看 可以从网上面看看 网上面款式比较多 行吧 走吧 确定结账了 走吧 早上就来消费了七十多块钱 赶紧回家 把这些东西给撒上 现在我们已经到家了 给大家来看一下 昨天我那个用小石头把这里给堵上了 在这里 这里 然后在地上现在还有这种残留的这个老鼠血呢 我们今天想要把它清掉 在这里这里 昨天我们在这边已经清出来很多了 就是在这个桌子上面 昨天上面老鼠屎老鼠尿都有 真的太讨厌了 希望我们这次买的这些东西能够有效 能够把这个给根除一下 不然的话真的 有点受不了 我们在想 万一哪天钻进去了 或者是说把这个旁边的一些 这个线路啊 什么的给咬坏了 就要出大大麻烦了 下午下了班之后 把车库里面给好好的清理一下 老鼠呢 就喜欢这种鸡小干嘛的 所以刚刚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挪出来 喷上药 喷了不知道有没有效 但是不喷呢 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太安心 一会儿呢 再来把这个老鼠夹跟老鼠药给它下来 看看明天能不能抓到大老鼠 药已经喷完了 现在呢 就把这个车库的 这个包边啊 给它先拿掉 然后再重新呢 换上一根新的 哎 你说当时那边少了一点 它是原本就少的 还是说怎么回事 不是它咬的 是原本就少的 对 我知道不是它咬的 它肯定咬不动这个 这个还是挺结实的 完了 这些都是小细节啊 大家在这个住房的时候啊 也要小心的维护啊 大家平时的时候呢 也要多检查一下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就算了 这些东西 就算了 这些东西 就算了